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我们都成年轻果 节日快乐 今天要前往天堂寨 先吃个早饭 早饭 不能随便凑合 这是我的糯米粥 老样的糯米粥 然后买的馒头 这个馒头是买的 然后这是海鸭蛋 那个黄 非常诱人 培根鸡蛋 然后香蕉 然后我爱吃的这个酱 香菇酱 吃完饭就准备出发 去天堂寨了 然后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 有收音机做背景 是音的这种感觉 这是我手工炸的汁 三个层子也就能出这么一点点 没多少 但是喝一口的感觉 爽 谁喝谁知道 吃完早饭到了这里 这里是大鳖山 大鳖山的祖景区了 现在叫地子公园 现在四个地方就叫地子公园 下面有一个坛 有一个山谷 应该很凉快 一会儿吃完饭没事 拿着我的神机去转转 哇 今中有点热呀 要到下午 大概五点钟左右才能凉快下来 有点热我就炒了一个菜 但是很香 从这边老乡拿的那个香醇 今天刚摘的 我去的时候老乡正在把这个香醇 换在这个山圈身里面泡着 哇 他告诉我不要炒鸡蛋 要炒这个肥肉吃 我这试着试 果然很香 割点辣椒 特别下饭 啊 太热了就不炒了 不炒这个其他的菜 准备一会儿去山谷里去玩玩 先吃饭吧 很快就吃完饭了 这两边都通着窗户 开着窗户通着风 那个凉风烧烧的 就 还不错啊 不觉得很热了 现在就是给丁东留一口 拌狗粮 有人说什么狗不能吃人吃的东西啊 咸呀 哎 管他那么多呢 猫还是开心就行 他放点菜给他 他吃了点香 而且里面都是猪油 现在拿出 神仙快乐水 这个时候有能够到冰的实在是太幸福了 啊 这是我用来榨汁的 然后里面也是我的最爱 山里面的空气很好 晚上的温度很低了啊 晚上要盖被子啊 就是中午才比较热一点 到晚上睡觉还是非常舒服的 再往上走就是这个安徽省了 啊 所以这边是以湖北省和安徽省交界的地方 过去这边是老区出了很多将军了 呃 现在我就在景区里面了啊 手上拿着这个票呢 呃 是这个景区的一个通票 它包括 呃 这里的一个河谷 然后有一个大别山的祖峰 然后还包括一个南武当啊 因为湖北省有一个武当山嘛 那么这里是南武当啊 作为湖北人呢 要给家乡 宣传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 这张票是我看 两天啊 三天有效啊 我等于说今天是4号嘛 他这个4号有效 一直到6号才失效 呃 应该是 哎 算算两天算三天 OK了 反正就是 一张票不要不要丢了哦 保存好啊 那么我有神器了啊 这个就 不用另外花费了 欢迎大家来湖北玩啊 这个时候呢 是一天里面最舒服的时候 游客都走了 只剩下一些工作人员 清静的很 只有鸟叫声 和远处的喇叭声 然后空气也好 水也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或者听听收音机发发呆